这些贪得无厌的掠夺 包括对今天台大位置的际遇 这就是台湾价值 好重的一句话 管中敏踢评执政团队 发动整个国家机器 只为了不让他当台大校长 连台大毕业的民进党官员 也没人为母校说话 这不归我主政的思想 再讲一遍 这不归我主政的思想 一句不归我主政 身为台大校友的 金管会主委顾立雄 不等问题问完就抢先回答 甚至直接照正 这不归我主政的思想 可以吗 你要不要再问一遍 再问一遍 您再问一遍 我们就把这个问题 一直重复到九点结束 好吧 疯狂跳针 逼记者再问一遍 却又不好好回答 台大人看把管案 态度竟然是这样 他一直repeat 又不是我repeat 对不对 如果你是叫我自己重新问 那你要给我们一个答案 所以你还要再继续问吗 我已经问完了 你的答案是这样 你问完了就好了 好吧 我们终止这个问题 到现在这个两位置 总算让你进行 真是不容易 越讲越大声 一个把管案 让顾大主委动怒 实政党的傲慢 全写在脸上 关键字赖清德不回应 把管案到底有没有政治力介入 行政院用这样的态度 给答案 反酸提问者才有政治力介入 民进党官员面对不同声音 却是先反击 不免令人质疑 难道台湾民主真的变成 民进党作主 记者张超鹏顾上军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